五十九岁的麦培东是香港地铁柴湾站的站长 已经服务港铁三十一年 平日主要工作是和乘客沟通解决乘客问题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乐此不疲 不过近段时间麦培东却开心不起来 这几个月身边发生的事让他一辈子都没有想到 随着香港暴力示威行为越来越严重 港铁成了激进示威者的发泄对象 8月31日香港九十多个港铁站中 有32个车站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港铁职员被百般指责辱骂 同事们在聊天群里分享事件 麦培东感同身受 他一想到暴力事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想开口又哽咽住 喝了两口水 勉强平复情绪 第一个感觉就是愤怒 这个是 这些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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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一个人的存在 不像是一个人的存在 它们的存在 所有香港人 在做的方法 你能達到任何 除了罪恨 由香港有地鐵 到現在三代人 如果加上九鐵 幾代人 很辛苦建立一個國際品牌 而這個國際品牌 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是全世界供應的 這個不單是我們鐵路從業員的一分光榮 是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光榮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親手打爛 麥佩東稱自己誤打誤撞地入行 入之前做過銀行、酒店及洋行 加入港鐵後 他越接觸 越對鐵路這門綜合科技感興趣 麥佩東稱 這行最有趣的就是你想到的 想不到的都會發生 自己欲做也欲認同 此後 他認識了同行業的太太 結婚生子 如今 他已從滿頭黑髮 幹到滿頭白髮 麥佩東已經把港鐵 當成自己的家 講起激進示威者對港鐵的破壞 麥佩東氣憤難平 更讓他不忍心的是 看到9月4日晚上 示威者在港鐵保齡站 毆打站長的一幕 站長被黑衣人推撞倒地 遭受辱罵 麥佩東說 其實當天 保齡站長 失去看望被示威者打傷的太太 如今 站長已經有了心理陰影 不敢出現在公眾面前 其實我們知道的故事 我們會更加不開心的就是 其實之前 因為她太太也是在MXL工作 她太太之前在保齡站 因為保護一個被示威者衝擊的女乘客 受傷 她當時是 我估計她當時是去探望她太太 那些示威者是 如剛才所說的 是蓄意的 幾個人圍著你 一個人用手機拍 其實他們不是一種發洩 他們是有計劃 要將整個羞辱你的過程 公開 而將這個傷害再放大 從而達到威嚇的效果 這個是會令到我們所有港鐵同事 看到心裏面 很不舒服 麥先生承認 在同類事件發生過數次後 不可避免內心有了陰影 工作期間也提心吊膽 因為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衝突就會在你的面前發生 這些衝突不是因為誤會或摩擦而發生 是專門來找你麻煩 麥培東在入職培訓時被清晰的告知 不買票入閘是嚴重違反港鐵福利的行為 但是如今這些法規似乎已經失效 犯法成了理所當然 執法者變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他再次難以控制情緒 身陷不穩 大問我們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昨天聽到同事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經驗給我聽 就是他遇到一些青年人投票 他阻止 而接著不是那些投票的人衝擊他 而是旁邊的乘客集體指罵他 即是說他是殺人犯的幫兇 我們同事當時他跟我說的感覺是覺得很孤立 我正在做十幾年來都一直執行的職務 而且在過往經驗 這是得到其他人的認同的 但為什麼突然間我做同一件事 所有人都指責我 日語中有一句話 人多生大最正確 在麥先生看來 用來形容現實香港最貼切 香港社會已經非常不理性 黑白顛倒歪理成了真理 凡是立場先行不問對錯 他形容一小撮示威者 以法西斯式的滅生手段 破壞了整個社會的法治 這一種暴力破壞的行為 第一違法 第二自私 第三愚蠢 第四是對整個社會不負責任 其實這一種根本就是一種恐怖手段 要讓我形容這種法西斯的滅生手段 通過這種法西斯的滅生手段 又將一些不同意他們的意見 不認同他們的行為的聲音滅了 麥培東表示自己是幸運的 暫時沒有受到示威者直接衝擊 現在他繼續照常上班努力工作 他始終相信香港人普遍高素質 一部分人只是短暫間受氣氛影響 深陷於自己很正義的非理性邏輯中 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沉默的市民站出來 走錯路的市民醒過來 一起止暴治亂 恢復法治 以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 其實大部分的乘客沒有變 只是他們沉默了 因為社會的氛圍令到他們沉默 我不敢輕易去表示個人的意見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堅持下去 社會的氣氛盡快恢復正常 我想我們又可以再次感受到 和乘客直接的接觸 從而帶來對工作的成就感 滿足感就會回來 謝謝大家 會 謝謝大家 。 。